我在考虑Podcast的内容 要不要也放在这里 哦,如果你喜欢Podcast的话 我的Podcast已经在 Spotify,Google Podcast 还有Apple Podcast 已经上线了 可以在那里听哦 大家好,我是欣怡 之前剪的头发之后 我就没有更新了 隔了一个礼拜 是因为我在忙我的个人的网站 那大家现在就可以去做做了 已经搞定了 网址呢就是 那我很开心 因为我的文章终于有一个家了 其实之前也有的 很久以前 只是有了这个社交媒体之后 我就忘了我自己的家 所以现在重开一个家 希望大家常来玩 如果大家想要阅读我的文章 或者是收听我的Podcast 都可以去到 那那里呢 也可以subscribe我的newsletter 那如果我有任何新书的消息 或者是一些演出的资讯 都会第一时间email给你 好,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呢 基本上也是之前我们在IG的时候 哎,IG真的很重要 我在那里得到很多的灵感 就问大家说 有两个主题吗 希望大家投票看 大家想要比较听哪里类型的 那其中一个就是之前的那个 为什么你不需要梦想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今天要讲的 30岁前的女生必须要知道的爱情真相 那结果呢 爱情真相的这个走势也是非常不错 只是弱弱的输了一点点 所以呢我就决定做了 为什么你不需要梦想 可是之后真的是收到很多朋友的留言说 能不能够连这个也做一下 他们真的很想听 好啦,你知道我人真的很心软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讲一下 30岁前 女生最好知道的一些爱情真相 第一点 没有人会养你 哇,第一点就狠狠啊 不要妄想 有人会养你 我觉得或许每一个女生都曾经有过这样子的念头吧 也不知道是偶像巨害的还是怎么样 反正都会想要在经济上 能够遇到一个自己可以依赖的对象 简单一点来讲 就是希望有个男人可以给钱自己花 就是你要买包的时候可以买包 好好好,你不爽老板的时候可以随时辞职 我曾经是做过这样子的白日梦啦 不过也可能是因为我不够资格遇到这样子的人 不过看我身边的女性朋友 好像真的比较难可以遇到一个 完完全全支持自己的经济的人 我觉得换一个说法好了 就是30岁前的女生应该知道的爱情真相 说不定不是没有人会养你 而是即使有人要养你 你也应该三思 我觉得女人虽然说太强势也是不好 不过呢骨气是一定要有的 就是在爱情里头 如果一方长时间是一个失者 另一方长时间是一个受者 这样子这段感情很可能会失衡 你想象一下啊 你每个月都要受你的老板的气的嘛 对不对 而在受气的时候你就会讲说 我看在你给钱我用的份上 我忍你 因为感情也是这样子的 如果他某程度上成了那个给钱你 支持你的经济 养活你的那个人 你也很可能会不自觉的把一些委屈忍下去 而这一种其中一方一直感受到委屈 然后一直默默的忍受的爱情 很快就会扭曲 然后很快就会崩坏的了 所以你绝对可以偶尔傻傻娇 你绝对是可以偶尔让你男朋友请你吃饭 让他给你送送礼物 可是你的经济一定要独立 就是即使没有了它 你还是可以活得很好 在爱情里面也要有 你才会快乐的 好 30岁前的女生应该知道的爱情真相 第二点 不要相信承诺 我每天在想到底是谁发明承诺这个讲法 真的害人不前 你说连法律都会有法律漏洞 都会有灰色地带 我们又怎么会让自己的人生完全依附在承诺两个字上面呢 很多时候女生在跟自己的另外一半吵架的时候就会讲说 你曾经讲过了 无论我多难搞 你都会迁就我 或者是有出轨的情况的时候 也会这样子讲说 你答应过我 你承诺过我 你一辈子只爱我一个人 听起来多么的卑微啊 我们都不懂是守着一个人 还是守着一句承诺在活着 不要误会我 我真的觉得承诺很美好 绝对是可以承诺 只是我们必须要看清楚 承诺在一段爱情里面 在两个人的关系里头 他扮演的角色是 很小很小的 一个不太起眼的角色 如果爱情是一部电影的话 他可能只是一个路过 没有对白的路人甲 我会说不要相信承诺 不是说承诺是件坏事 承诺绝对是美好的 只是承诺也不是用来相信的 承诺是用来听爽的 你在那一刻被承诺的那一刻 听到承诺 你爽了之后 承诺的功能就已经达到了的 这个就是承诺 好第三点 就是爱情是需要很多的门面功夫 去维系的 爱情不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 不是那一刻他牵起了你的手之后 他承认了你是他的女朋友之后 就可以掉以轻心的 讲掉以轻心好像很恐怖 好像很严重这样 不过真的是那样 因为我看过很多女生 在谈恋爱了之后 或者是在结婚了之后 就变得不照顾自己 可能就发胖啊 或者是不打扮了 很多时候人会因为视觉 而影响我们的判断的 特别是男人 也不怪男人啦 我觉得人就是这样 你要去上网买东西 那如果那个产品的封面罩 同一个产品 如果那个封面罩拍的比较好看 你也好像比较想要去买 那个拍的好看那个产品 对不对 所以女生我觉得 一定要持续保养 其实这样讲也不是 真的是为了爱情 为了男人 我们如果是保养的好 皮肤好 身体照顾的好的话 其实对你的人生 当然也只会有建设 没有破坏 对不对 除了是外在的表面之外 在言语上的表面功夫 女生也必须要做得很足 就是你必须要在人前人后 都照顾好男朋友的面子 就说人前好了 在你的男朋友的朋友的面前 那最好就不要当着他的朋友的面 批评他 那直到他跟朋友在聚会的话 那个 夺命追魂扩的手 忍不住要按手机的那个手 就 死死把他收起来 这样子 那个是在人前的部分 在人后的部分呢 你也必须要常常的认同他 可能不需要 所有事都认同他 可是你在 不认同他的时候 也要照顾好他的心情 很多女生都会埋怨说 为什么自己的男朋友都不跟自己说心事 就心里的那个真实的感受 男朋友好像都不讲这样 那除了男人本来 就是比较难讲自己心里的感受 他们很难去承认自己的难受或脆弱 这个点之外呢 就如果他每一次讲的东西 发表的这言论 你都否定他 你都打击他 你都不鼓励他的话 那久而久之他 当然就不讲了 男人跟女人在这部分 真的不一样的 女人哦 你再怎么打击他 下一次他还是会继续讲 可是男生 你一次两次三次不听 然后没有在在乎 感觉上好像 都是泼他冷水的话 下一次他就不讲的了 两个人的相处最好就 尊重彼此的需求 在你的需求和他的需求之间 找到一个平衡 然后用一个和平的方法 去把这个平衡沟通出来 只有达到这样子的平衡 相处起来才会不费力气 好来到第四点 你会感激一次又一次的失恋 很可能在看这个视频的朋友 你是单身或者是刚失恋 你可能会觉得 啊好累哦 啊每次都要哭 真的好辛苦 为什么这么难 那我是觉得呢 到现在为止 我都非常的感谢 我每一次的 在爱情里面的失去 就是在经历了痛之后 你在人生里面的耐痛的能力 才会提升 你知道我们人生就是 在毕业之后 因为毕业之前感觉 好像都是比较被保护 被父母保护这样子 在毕业之后 在人生的道路上 可以遇到痛的事 好像比较难的 你说上班的挫折啊 老板的刁难啊 朋友啊 这些都可能不太算是痛 那可能算是烦恼 真正的痛 那也不说亲人离世 那个是一定痛的 你说经历痛 这个机会 好像比较多 都是在感情里面 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尝试到 什么叫做心痛 这个痛绝对是可以让你成长的 当然也不是说 我们刻意要弄痛自己啦 只是这个过程是无法避免的 与其害怕痛 不如感谢痛 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 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大人 失恋除了可以让你变得更耐痛之外 其实每一段恋情 你跟每一个对象的相处 如果你真的有爱过对方 真的有花心思 在跟他的沟通上面 其实你已经学会了 用他的眼睛去看世界 就是你看事情的方法 你会不自觉的多了一个角度的 所以这对我们的人生格局来讲 是一种开拓 在通过学习 怎么样跟你的男朋友相处 其实某程度上 你也学会了 怎么样跟自己相处 好了 来到最后一点 30岁前的女生 应该知道的爱情真相就是 爱情是孤独的 听起来很矛盾对不对 爱情明明就有两个人 为什么爱情是孤独的呢 我觉得在30岁之前 认清爱情是孤独的 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 投入恋爱之后 好像就可以有一个人依靠 然后有一个人可以陪着我们解决问题 那之后呢 你可能会慢慢发现 爱情的确有时候是可以让你依靠 可是说不定更多的时候 会因为对方没有办法 或者是不能及时消化你的脆弱 而你会感到更加的孤独 就比如说你在工作上遇到挫折 你很想找你的男朋友来讲一下 那一刻他可能很忙 不小心忽略了你 或者是你跟他讲的时候 他会显得不耐烦 或者是他不小心说了一些话 让你更加的难受 那一刻的孤独感真的会被增的 可是这个不是你的男朋友的问题 是爱情的本质就是这样 或者是说 任何关系的本质都是这样 就也许我们应该认清的是 孤独的不是爱情 孤独的是人生 就是无论你的男朋友多爱你 你的老公多爱你 你的朋友多爱你 你的家人多爱你 你的情绪 或者是你的人生的决定 走到最后 只能够靠你自己去解决的 我们不能够一直都期待 总是有人逗我们笑 有人陪我们走过艰难的时刻 人生很多时候都会有那种 整个世界只剩下我自己的感觉 只有让自己的心态变强大 你才会更接近真正的快乐多一点 我在做这个IG story的时候 就是问大家到底要听关于梦想 还是关于30岁前的爱情 受到有一些女生朋友的DM 就是已经过了30岁的朋友 就他们觉得因为这是30岁前的爱情真相 我做这个主题感觉上与他们无关 因为他们已经30多了 可是我在准备今天的这个主题的时候 我也彻底的想过 我觉得刚才讲的那几点 其实我也经常一直在提醒自己的 就走到我们现在30多或是40多的阶段了 有一些所谓真相 我们虽然已经看清了 可是不代表我们就能不在乎了 就是比如说在爱情里面经历孤独的时候 我觉得那一刻无论是30多40多 你还是会觉得难受的 每个人都是有情绪的对不对 我们都不能忽略自己的情绪 所以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一直提醒自己 关于这些爱情的真相 就或许不是你的老公或者是你的男朋友 故意要伤害你或者是他们做错了什么 就爱情的本质就是这样 人生的本质就是这样 只有通过一直的提醒自己 才会确保自己不会浪费时间在不对的地方 好刚才讲过的五点就是 30岁前的女生应该要知道的爱情真相 不过每个人的际遇都不一样 所以说不定不适用于你的身上 那仅供参考啊 那如果你想要看更多关于人生百胎的文章 欢迎来到我的部落格 那我的YouTube也开通会员制啦 欢迎你加入会员 在这个影片下方呢是有链接的 每个月10块钱就可以支持我的创作 然后呢率先看到影片 这支影片是会员先看到的 还有一些独家的分享 比如说月经此地等等 希望你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家庭 其实也没有很大啦 其实人不太多 哈哈哈 我很感谢每一个支持我的朋友 即使是只有一个人 我也真的是非常感谢 你知道很多时候买个钱的问题 蛤? 还一个SUM 你记得买个SUM 给一种有 哈哈哈 哈啰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要订阅我 可是不用开小铃铛 因为我们身边的资讯实在太多了 每天叮叮当当 有这个小铃铛真的很烦 尝尝 糟了 肚饿了 会不会麦克强太强 中门会觉得我肚饿的声音 哈哈哈 哇 好肚饿 为什么突然这么肚饿